月茶沖台茶比賽還獲獎 價凡其倍騙愛茶人 這個這些擺上來這些都是得獎的茶葉 愛泡茶的人士可要注意 南投一名耐性不肖茶農 從越南進口茶葉來台後 混沖台茶參加茶葉評比 獲得二等獎取得認證標章 讓一台金360元的月茶 搖身變成2800元的入股東領烏龍茶 不法獲利超過500萬 我大概第一件手中偵辦 偵辦出來就是越南茶 混沖台灣茶然後來比賽 並得獎的一個詐欺案件 南投限調站在2015年底 暗中仿茶賴性茶農苦無所獲 後來去年底農委會開發了一項新技術 茶葉五級成分元素分析 可以釐清還原茶葉產地 當場讓賴性茶農百孔莫辯 這個草褲360元 官長的七倍 到2800元 從今以後 這一類的茂蔥茶 我們都可以在技術上 能夠把它檢驗出來 賴性茶農供進口的9030台金 已經賣出8000台金 檢方表示此案為手中茶葉詐欺案 將面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全案以刑法詐欺取材對偵犯 檢方也陸續追查其他茶農涉案 地方中心 魏嘉良 南投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